中間的項目當中迎戰伊朗選手 黃毓仁在桃園的親友 守在電視機前為他加油打氣 他一路苦戰一度追到只差一分 不過最後不幸是以15比18敗陣 現在只能夠寄望伊朗選手能夠踢進決賽 黃毓仁才有敗不復活 爭取銅牌的機會 秉清寧時人坐在電視機前歡呼 共同為跆拳道選手黃毓仁加油打氣 黃毓仁早上守戰伊朗好守何賽尼 雖然過去曾交手過有獲勝經驗 但仍不能掉以輕心 黃毓仁三回合一路苦追 一度追到13比14只差一分 但最後30秒卻沒能擋住對手猛攻 以15比18不幸落敗止步16強 今天的表現算可圈可點 反正還是有點運氣運氣 似乎沒有關係 這就是運動選手的精神 兩個實力相當 反正選手讓他自己享受一下比賽 這樣就是最好的方法 黃毓仁六歲開始練習 曾在2014年青年奧運獲得金牌 亞運和世錦賽也奪下銀牌 不過在2018年 亞加達亞運不勝八強止步慘敗 之後半月版還受損開刀 但他仍不情言放棄 今年在黎巴嫩亞錦賽奪下金牌 也就此拿下冬奧殿堂的入場門票 黃毓仁全力以赴首戰落敗 現在只能寄望對手挺進金牌站 爭取敗部復活 爭取同牌機會 記者樓志展昭佩與桃園總和報導 鏡頭雄 三聲 五聲 進水